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1998年的5月 时值初夏 大石桥市百寨管理区 东江南的青龙山 草木葱龙 一派苍翠玉笛的景象 青龙山下有一片果园 也是绿色浓郁 生机盎然 唯有果园东侧山坡上 那个已经成了废墟的 采石场满目疮痍 像历经了战火一般大厦风景 1998年5月24号 八点钟左右 东江村的农民李维宽 上山为本村的一位死者 造墓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在断壁残垣的采石场 宫棚墙边 有一句已经腐烂的女尸 于是 她匆忙的返回村里报警了 不久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杨紫英 立即率领二十余名刑警 和刑事技术人员 抵达了检查 紧张有序的展开了侦破工作 经过警方的侦破 发现死者 三十余岁 身高一米五五 红色的圆领的半袖的衬衫啊 已经被掀至胸部 在下身 遮羞部位的裤衫啊 也被锐气挑断 被害人长发及腰 脚伤 有袜无鞋 头北脚南 仰卧墙根 颇像是惨遭强奸的样子 另外呢 女尸的脸上啊 还被一块笔脑袋 稍大一点石头 压得是面目悬飞啊 已经无法辨认 是何许人也了 经过警方勘察 法医认定死者 是被石头挤住头部 引起了颅脑损伤死亡的 遇害时间 大约为五天 在勘察现场 和验尸的过程之中 刑事技术人员呢 未能获取任何 可供追查凶手的痕迹物证 仅在死者的左掌啊 发现了一组 用红色油笔啊 写下的七位阿拉伯的数字 这一组模糊不清的数字 当即被警方判定为 在大石桥范围内的电话号码 并且成为后来查明 女尸申源和破案 激凶的关键的线索 当天中午 根据现场勘察结果 警方认为啊 这个案件呢 昔一人所为 据此推测 死者和凶手之间 可能存在奸情关系 南方大概啊 出于摆脱女方 她的纠缠 或者以要挟的目的 将女方置于死地 进而啊 得出凶手应该是熟悉 周围地理环境的当地人 死者或是当地的妇女 或者是逗留本地饭店 酒楼等场所的外地的三培女郎 随后啊 专门承担百寨管理局 刑事案件侦破任务的 市局刑警大队 第三中队 全体的侦察员 在中队长李昌贵的带领下 与区公安分局部分民警 就组成了专案组 按照熟人作案的 查定的方向 首先从查找这个 施源入手 开始了艰难的破案之旅 事过三天 直接深入现场周围村屯 寻访无名女士 施源侦察人员呢 相继的无功而返了 只有负责追查 那组电话号码的刑警 袁纯光和李书华 在邮电部门的协助下呀 初步查明 被害人掌上的数字啊 贴近当地的高老板的住宅电话的号码 为了打开这起奇怪命案之所呀 可以说提供了一把钥匙 高老板38岁 在本区公农村北山上 承包了一座苦土窑 而小有复名 如果按照保暖私淫欲 和有钱有条件 就去玩弄女人的逻辑推理呀 这个人呢 急需作案的协议 第一 他是熟悉青龙山环境的当地人 第二呢 他有能力寻花问柳 假如死者投怀送报之后 抑郁揪却巢 而高老板呢 又难弃糟糠之期 那么在这鱼和熊掌 不能兼得的时候啊 这个家伙呀 就有可能设下圈套 把死者骗到青龙山上除掉 然而推测毕竟是推测 警方经过按查结果表明 这个高老板呢 是个非常计较的人 他虽然有钱 但是却极少出入 灯红酒绿 以及其他有三陪女郎的场所 在当地啊 也无空穴来风之类的绯闻 不过呢 高老板呢 还有三个呀 不缺钱花的弟弟 哎 倘若他们染指女色 利用哥哥的电话 与仓妇保持联系 也就难必 为甩包袱 而杀人作案的协议了 警方就基于这样的侦察思路 专案人员下了很大的功夫 希望从这个高氏兄弟身上啊 打开这个案件的破案通道 但是最后啊 却未能找到任何的缺口 5月27号 为解开无名女师掌伤 电话号码之谜 坐镇指挥专案行动的 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刘茂荣 依然决定正面 就去接触这个高老板 当天上午啊 袁春光和李淑华 略动脑筋 便把高老板找到专案组 一阵寒暄过后 刘茂荣绕着圈子 就切入正题了 问道 老高啊 今后有事 怎么和你联系啊 你家里有没有装电话啊 高老板呢 坦然回答说 哎呀 我家里有电话 刚装了两个来月 只有家人 与我有业务往来的人 知道我装了电话 我的电话号码啊 哎 他脱口就把电话号码 说了出来 这号码啊 正与那句女师掌心 写的数字 是完全的相同啊 这时候啊 袁春光一见 谜底已经这个露面了 于是啊 拐弯抹角了又问了 老高啊 在你呢 打工的人都是哪的人呢 有没有女的呀 他们知不知道 你家里的电话号码啊 高老板一听 不假思索的回答呀 哎呀 在我摇上打工的都是男的呀 大多数都是外地人 女的只有一个老太太 是本地人 对了 还有一个女的 是我的亲属 你的亲属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郝英 33岁 去年呢 那个老太太 为了儿子筹办婚事期间呢 她顶替了那个老太太 在我这呀 干了几天灵活 那个郝英 长得什么模样 郝英啊 一米六左右 最明显的特征 是长发 长打腰部 那她现在在哪 呃 这我不太清楚了 大约十天前呢 她到姚地来找我 托我呀 问她的母亲 是否同意 她回娘家去看一看 我回家就转达了她的意思 她母亲说呀 没她这个丢人心爱的女儿 一口就拒绝了她的要求 第二天呢 她又来了一趟 我就把她妈的话呀 给她复述了一遍 她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就问起呀 举她娘家不远的一家小麦布的电话号码 我说我也不清楚 这家小麦布的电话号码啊 这时候 她抬头啊 就看见我呀 写在这个姚地里 办公墙上的 供这个耕夫夜间 和我联系的电话号码 于是啊 她就问 这是不是我家电话号码 我呀 点头称事之后 她就用我办公桌上的圆珠笔呀 记在了手上 从此之后啊 我呢 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 那你的圆珠笔 是蓝色的 还是红色的 红色的 高老板肯定的回答说 问到这里呀 刘茂荣等人 悠然而生 毛色顿开之感 因为除了高老板住宅电话号码 与青龙山女师场上的数码相同之外 高老板呢 描述的好英的年龄 身高 以及啊 头发的长度 都与啊 青龙山女师的特征吻合 所以啊 基本上 就可以断定了 青龙山女师啊 就是好英 但尽管如此 刘茂荣等人呢 仍旧是 不动声色的 抛根问底了 老高啊 好英他妈 为什么不让他回家呀 高老板回答说 哎呀 说来话长啊 是好英的 婚姻不幸啊 他丈夫啊 性格粗暴 经常啊 借故打他 有一次啊 他被喝得醉醺醺的丈夫打得很惨 曾经跑到别人家里 住了一夜 后来就和一个叫做曾庆盛的男人呢 过起了日子 因为他没有与丈夫离婚 就与别人同居 他妈呀 认为他呀 败回了门峰 所以呢 不准他呀 再回娘家 经过警方查识 高老板所说的情况属实 另按常理推断 他和他的三个弟弟 即使年华惹草 也不至于对亲戚下手 因此呢 高老板被解除了协议 抛高氏兄弟之后啊 警方侦察镜头 立即对准了那个曾庆盛 曾庆盛 41岁 家住百寨管理区母村 1991年呢 他的妻子撇下了一双 不安适适的儿女 离家出走了 至今呢 要无音信 由于家庭困难 他的老婆走后 一直未娶 长期在人称 刘老五的时长啊 打工维持生活 警方暗中了解到 好婴呢 确实与曾庆生同居 但是已经离开曾家 不止去向了 距离曾家20多米远的 小麦店女主人回忆说呀 5月18号的早晨 好婴呢 曾到他家的小麦店 买了三盒香烟 一斤猪肉 和两元钱的豆角 然后说呀 去食厂 要给曾庆盛去送烟 回来呢 又到了他的小店 声称啊 要去英凤寨 看望有病的姑妈 以后呢 便不见踪影了 另外呢 店主还说呀 好婴离开曾家的头天下午 在他的小店里闲坐的时候啊 有一个头发很乱 衣服很脏的中年男人 来过曾家 曾庆生的女儿曾琴呢 把他找走 说家里啊 来了一位男客人 曾家后院的这个邻居 就反映啊 好婴临走那天早晨 到谭家里 晾衣服的时候 说他的姑妈有病想他 他一会儿啊 就要去英凤寨 去看看姑妈 另外呢 他也说了 好婴离开曾家的头天下午 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呢 来过曾家 另外呢 有村民证实 好婴走后 曾庆盛 无动于衷 只有他的弟弟 在他的母亲催促下 去英凤寨 打听过好婴的下落 没找回人 也就不再找了 还有的村民说呀 好婴失踪之前 好像与曾庆盛 吵过一架 事后有人询问 好婴去向的时候 曾庆盛说呀 是他把这个好婴 给打跑了 所以呢 这种种迹象 进一步表明啊 青龙山上的女尸 就是失踪的好婴 也似乎表明 曾庆盛和好婴 这对陆水夫妻之间呢 可能存在 鲜为人知的矛盾 特别是曾庆盛 对好婴失踪 表现的冷漠 以及将好婴打跑之说 更加令人生疑啊 因此呢 他理所当然的 就成了重点的涉嫌对象 但是 经过警方的秘密排查 曾庆盛呢 却不具备啊 作案时间 刘老五证明 他时常每天早晚固定 要放两次排炮 身为早研工和爆破员 曾庆盛呢 就要负责 算打炮眼 要专门负责 领取爆炸物品 埋设炸药和点炮 每天晚上八点多钟呢 才能回到家中 上班期间 根本就没有时间脱离工地 再说呀 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二十四号 这段时间呢 他也没有矿工的记录啊 石厂的工人杨某佐证 五月十八号的早上 好婴呢 的确到过石厂 当时曾庆盛呢 下山去买汽油了 两个人呢 并没有碰面 好婴呢 随称去英丰寨 探望他的姑妈 另将一盒 凉尘牌的香烟呢 交给他 由他转交给曾庆盛 好婴前脚刚走 曾庆盛就回到了石厂 全天除了回家 吃了一顿午饭 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石厂 如此看来 曾庆盛虽然可疑 但确实没有机会 潜到三公里外的青龙山 去作案呢 警方传讯曾庆盛 他毫不避讳的 就说出了他和好婴的不法关系 他说他呀 之所以没去找好婴 是因为他呢 和好婴并非是正式夫妻 他也不认识好婴的姑妈 不便登门去找 另外他说呀 他的家里很穷 很难找到老婆 所以对好婴是奉若神明 从未发生过口角 至于把好婴打跑的说法 他呀 则是做了个吹牛的解释 说呀 那是在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他还说呀 好婴外出那天晚上 他的女儿曾琴告诉他 头天下午 家里来过一个好婴 让他管教所遗父的男人 可以说呀 经过这番调查呀 这案情是节外生枝啊 到过曾家那个男人 就成了警方新的追查线索了 那这个神秘的男人是谁呀 只有曾琴才能解释明白了 5月28号 姚春光 和李淑华当面询问了曾琴 这位16岁的女孩说呀 1998年春节前 好婴来到了她的家里之后 她和弟弟就住到了奶奶家 5月17号下午4点多 她回家的时候 就发现了 屋子里有一个30多岁的陌生男人 曾琴就问了 你是哪儿的 这个不速之客的男人回答说 我是腰臀 二道沟的 腰臀哪来的二道沟啊 曾琴没听说过 在这个腰臀村 还有二道沟 当即反问了一句 有 头道沟 二道沟 都是这个村的 那 那你来我家干什么 曾琴问道 我找好婴有点事 有什么事 她姑妈病了 让我来告诉一声 曾琴转身出屋 直去小卖店 就把好婴找回到家中了 进院之后啊 好婴随手把那人自行车 推进了堂屋 对曾琴说 小琴呢 你得管他叫姨父 从哪里论的姨父啊 曾琴为此事大活不解呀 好婴说了 从你姨奶那边论的 我和你姨父啊 谈点事 你到小卖店玩一会再回来 曾琴马上迈出家门 但是 他并没有去小卖店 而是在房后的一块石头上 坐了下来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 那个男人呢 从堂屋里退出自行车 站在后门口 就问好婴了 你明天能不能去 去 明天我和他爸说一声就去 曾琴没有听见两个人 在房间里的谈话内容 但是啊 他肯定的是 那个男人是当地人 曾琴说 这个男人中等身材 肤色很黑 穿了一件少了一枚钮扣的蓝色上衣 其中啊 三枚钮扣 类似铁路工人制服上的那种黄色的钮扣 但是啊 钮扣的表面已经磨损成黄黑相间的颜色 另外一枚啊 好像军装上的那种黄色的钮扣 意义发亮 警方学问说 好婴离开你家的时候 那天他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这时候呢 曾琴回答说 他穿的是红色的圆领衬衫 粉红色的裙子 脚穿黑色半高跟的皮鞋 左手腕带着一条珍珠手链 骑着一辆紫色的鞋梁带车框的自行车 那当时他的神态有什么反常吗 曾琴回答说 当时他表情很正常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八点多钟 他骑自行车到我奶家去找我 称昨天来的亲戚烧来姑妈有病的口信 今天要去阴风寨 看看姑妈 告诉我晚上不回来 说明天一定回来 他还说 已经将午饭做好了 并从小卖店里买了猪肉和豆角 嘱咐我回家给我爸做菜 但是以后他就没有再回来了 为了找他 我奶奶曾经让我叔叔去了一趟阴风寨 好姨的姑妈说 好姨根本就没有去他的家里 我也不知道好姨究竟去什么地方了 好姨走后第五天 我听我爸说 村里的陈某 曾经找我爸要账 说好姨在他的小店里收过东西 问清楚有关情况之后 原春光和李书华把曾琴领到市刑警大队的物证室 指着从青龙山无名女士身上提取的全部衣物和首饰物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好姨的 是 一点都不错 好姨那天穿的就是这样的衬衫和裙子 而后原春光和李书华由暗图所记 驱车顿赴英丰寨 面见好姨的姑妈 好姨的姑妈说呀 他既没有生病 也没有托人烧信 让好姨前来看他 并把曾琴叔叔登门打听好姨下落的事情 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离开英丰寨 原春光和李书华静止找到了陈某的小卖店 亲眼见到了5月18号 好姨在店里购买的一瓶高粱酒 一瓶啤酒半斤花生 以及火腿肠炸菜咸鸭蛋等食品的欠条 至此青龙山女士身份和被害事件 两道难题终于有了准确的答案 但一道难解的破案方程式 也实实在在的摆在了警方的面前呢 1998年5月29号 在案情出路端倪的情况下 专案工作呀 似乎摆脱了盲人 骑瞎马的被动局面 不料又逐渐的走入了空空如也的死胡同了 根据曾秦提供的情况 专案组分析认定 好姨啊是被曾秦说的遗父 约到青龙山杀害的 因为那天晚上 他没有向曾庆盛透露家中来客之事 相反却在临走之前 假造姑妈有病的这种说法 实际上呢 他又没有去看望姑妈 那说明他和那个男人之间呢 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从他舍尽求远 在陈某小卖店 奢购的那些没有拿回增加的食品来看呢 这个女人很可能是带着酒和食品 落入了与那个男人约会的陷阱 自导自演了一幕 由献身到献命的人生悲剧呀 警方顺藤摸花 好姨的丈夫首先就成为了重点协议对象 第一 好姨被他打跑之后 他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 这种不正常的沉默呀 或许就是他杀害妻子的犯罪动机 第二 他的体貌特征 很像曾琴在家中见到的那个男人 若是论辈分 曾琴呢 也该叫他一声姨父 如果他对妻子与人聘局 表示憎恨 即使在老实 在我呢 也可能会设计实施报复 然而经过秘密辨认 这个人呢 并非是曾琴所见过的那个姨父 接着 传案组呢 又筛选了十余名被浩英成为姐夫 或者妹夫的男人 逐个排查 最终呢 也都是白白浪费了时间 六月十二号 袁春光和李舒华 得知郝英曾经在杨某的苦土窑打工的线索之后 立即前去调查 既然获悉啊 有一个叫做郝莲的女人 与郝英曾经同在杨某苦土窑务工的信息 深追细查 这个女人娘家呀 与郝英的娘家同住一村 两个人呢 又是同姓同宗的姐妹 郝莲的丈夫叫做王丽仁 家居百寨管理区的后白村 论年龄啊 郝英呢 比这个郝莲小 恰好呢 这个郝莲仁呢 这是他的姐夫 也恰好符合郝英让这个曾秦呢 管那个男人叫姨父的称谓 另去调查 郝英和郝莲在一起打工的姚弟呀 仅据王丽仁当年打工的市场 十多米远 在王丽仁打工的那个市场附近呢 还有一个市场 是郝英舅舅的市场 这期间 王丽仁常去郝英舅舅的市场逗留 郝英啊 也常去舅舅的市场做客 在这 王丽仁还经常代替老婆商业班 与郝英一起干活 由此可见 这对男女 不仅可以游生到熟 而且呢 也会眉来眼去 打情骂俏 直至暗度陈仓的条件呢 于是圆春光和李淑华 就紧紧的盯住了这个可疑的人物 王丽仁 三十六岁 一九八二年参军 一九八五年退役之后 到处打工 出卖劳力 这家伙呀 其貌不洋 家里也不富裕 按说呀 没有追香烈焰的资本 但是呢 哎 这个小子呀 却和本村和附近村镇的十余名妇女有染呢 他好色 还有一个大特点 就是善偷与他沾亲带过的女人 不仅如此啊 他还有归音之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经常啊 在这个村里边的这些什么厕所啊 哎 趴厕所趴窗户偷看妇女方便 洗澡之类的下流勾当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 好莲因为他呢 屡屡出丑 和乱搞女人 与其脱离了夫妻关系 后来又出于无奈 与其同床而眠 另外呢 王丽仁的体貌特征 也与曾秦见到的姨父 很相近 这些看似无关的这些线索呀 就被警方给联系了起来 也就形成了嫌疑链条了 六月十三号 袁淳光和李淑华 特意准备了数十张照片 摆到曾秦的面前 曾秦一眼 就从众多的照片中 认出了王丽仁 就是曾经到他家里的那位姨父 六月十八号 以兴 升为市公安局副局长 并且兼任刑警大队长支持的杨子英 听取专案汇报之后 也认为王丽仁构成重大协议 但是考虑到缺乏证据 他当即做出 赞不动人 继续实施监控 并且力争秘密的 查到好英的自行车下落的指示 同时要求袁春光和李淑华 设法要搞清楚 王丽仁有没有 缺了一枚纽扣的衣服 以便稳操省券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袁春光和李淑华 多次深入后百孙 通过各种途径 试图查到好英的自行车 和内建具有明显特征的衣服 皆因不便明察未果 但是却意外的摸出了王丽仁 两次险些因色获罪在身的问题 从而加剧了专案组对他的怀疑 常言说 疯狗身上无好肉 这个王丽仁就像一条可赠的疯狗 1995年 他在辽宁的秀宴 一座美矿打工的期间 曾经遇见当地的一位矿工的老婆 那个女人和他的丈夫 以报案想要挟 迫使王丽仁花了七千元私了 这才狼狈不堪的 逃回到了老家 投机不成18米之后 王丽仁又远赴吉林省 一座金矿打工 在这段时间里 他把当地的一个幼女 认作是义女 许以各种物质 企图诱奸这个小女孩 不料 遭到百般调戏和威胁的小女孩 无意之中泄露了他干爹的丑行 他的父亲呢 怒不可遏的 就把王丽仁告到了当地的派出所 后来呢 因为证据不足 使得王丽仁再次侥幸的逃避了法律的惩处 这两条几乎不为人知的丑闻 不仅充分的表明 这个王丽仁的确是涉色成性啊 并且说明他很可能因为好鹰 责目而欺而斗生杀击 但是分析猜测不能代替证据啊 专案组呢 还是难以下出守心勋犯的这个决心 过了几天 袁春光和李淑华不负众望 又查出了王丽仁 企图强奸小春未遂的隐暗 小春呢 年尽不惑 是一位浑身充满着成熟女性 诱人魅力的当地的女人 1993年的时候啊 小春啊 在家饭店当服务员的时候 王丽仁常去这家饭店吃饭 两人呢 就熟识起来了 自从见到小春 王丽仁就像那癞蛤蟆 见到了天鹅一般呢 垂涎欲滴啊 总想着饱餐一顿羞涩 那一年终究结前的一个晚上 他借户 就把小春骗到了一个偏僻之所 之后立刻露出色相 纠缠小春 与他行云不语啊 小春发现自己上当了 当场扭头就走 王丽仁恼羞成怒 突然捡起一块石头 击中小春的后脑 将小春打倒在地 然后恶狼一般扑到小春身上 小春突凿袭击 情之是再见难逃啊 他旋即啊 转怒为针 说道 王哥 你别急啊 你等我喘一口气 一定让你趁心如意 诶 这王丽仁以为这个小春 回心转意了 马上口吐莲花的说 春妹啊 你别怪我着急 也别怪我一时粗鲁啊 要怪就怪你长得太美了 馋得我睡不着觉啊 王哥呀 你看你把我的头都打破了 哪里还有办事的情绪啊 小春这个时候啊 那是强压满腔怒火呀 洋装温柔的说 王哥呀 以后我跟定你了 现在我的脑袋很疼 今天晚上不能伺候你了 你先送我回家 改天咱俩再玩好吗 不行 你被打得头破血流 我送你回家 你怎么向你老公解释 王丽仁为恐有诈 将信将疑的反问起来 王哥呀 活然还能让尿憋死啊 我回家就说 我到铁路上偷煤 让看煤的保安人员给打了 小春啊 有啥有介事的 编了一套瞎话 温婷此言 王丽仁虽然不想放过眼前的油 但是他也害怕惹火烧身 果真呢 就顺破下旅 就把小春啊 送回家中了 不料 小春的伤势恶化了 出进了医院 她的丈夫 执意要找保安人员算账 小春啊 这才不得不说出了 本来呀 想隐瞒的实情 那小春的丈夫气得爆跳如雷呀 当即就要报案 小春害怕这个事情张扬出去 自己没办法做人 是以死相逼 这才打消了丈夫去报案的念头 事后 被报辱妻之恨 小春的丈夫 曾经找人 威胁王丽仁 花钱消灾 王丽仁被迫开出了一张 两千元的空头支票 结果呢 因为无钱支付 最后啊 也是不了了之了 这时候 警方尽管还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王丽仁 就是杀害好赢的凶手 但是他使用欺骗手段 谋色和用石头施暴的情节 既暴露了他胆大包天的一面 又暴露了他公于心计 和心狠手辣的一面 而好赢被他约走当天 急遭杀害 凶手显然非他莫属 如果以此为由传讯王丽仁 即使不能攻破好赢被害一案 也可以以这个强奸位碎碎 将其打入牢笼 然而警方啊 因为没有查到确凿的证据 仍然是暗兵不动 6月25号 刚由技术科长升任 情景大队第一副大队长的张恩惠 获悉专案进展情况之后 犹如条件反射的 想到了曾经的 亲历的四起九真被迫的 陈年姬案 1994年6月18号下午 百寨管理区 小燕骑自行车 卖冰棍的时候失踪 三天之后 有人在一个美食洞内 发现了被自己的乳罩 勒死的姑娘 当时 这位少女的胸口 压着一块石头 凶手将其强奸之后 还极其残忍的 将两根冰棍 插进了他的下体 1992年9月9号 当地少妇小青 被强奸 杀死在百寨镇 遍电所的北墙外 1993年8月10号 百寨管理区 某村的小霞 也是在骑自行车 买冰棍的时候 被色魔 利用冰棍箱上的皮条 勒死之后 在百寸的一片玉米地里 将其强暴 时隔半月 当地群众 才寻着臭味 找到了 小霞半裸的尸体 当时 为了侦破这些 影响恶劣的枪奸杀人案 警方曾经动用过 大批的警力 最终 因为线索枯竭 未能如愿 乃至成了 积压多年的悬案 这些 尘封数载的恶性案件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凶手 不带任何凶器 随机作案 并且在变态的心理 支配下肆虐 特别是小燕 胸部压着的石头 与好鹰脸上 压着的石头的情节 极为相似 所以啊 张恩惠啊 不仅怀疑 王立仁 就是杀害好鹰的凶手 而且怀疑 王立仁 可能是这些 陈年机案的制造者 对此 杨紫英副局长 和曾参与这些案件 侦破工作的 王国鹏副局长 也有同感 并同张恩惠 形成了 跳出各案侦查圈子的 一致意见 7月1号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杨紫英副局长 果断下令 并按侦查 复查小燕被害一案 王立仁当年恰好 在小燕被害附近的石厂打工 而小燕 恰恰是在那个石厂 卖完冰棍 下山途中 被见遇害的 重访小燕的丈夫 他仍然提供不出 杀害其妻的嫌疑对象 但是 却从数十张照片之中 认出了王立仁的面孔 并称 小燕被害哪一年呢 他曾经同此人 一起在小燕 被害附近的石厂打工 知道他姓王 加入后白村 警方实地观测 小霞被害现场 那片玉米地呀 距离王立仁家 仅仅一百余米 警方经过深入的走访调查 王立仁那时候啊 正在张关村 一家石厂里打工 每天往返 必经那片玉米地 另外 王立仁曾经连续多年 在好英 被害现场西侧果园打工 这情况 也被调查出来了 7月4号 元春光刻李舒华 有秘密的查明 王立仁的确穿过一件 缺了一枚纽扣的铁路制服 其中三枚 是已经磨掉大部分 黄色表皮 及件黑色的纽扣 另一枚纽扣 则是黄色衣袖 这一点 与曾琴所说的那个一副 衣服上纽扣特征 如出一辙 这些单个镜头组合起来 实际上 已经把一个色魔的丑恶 嘴脸完全的勾画出来了 进而坚定了 专案组的破案的信心 7月10号的晚上 杨子英副局长 再一次详细的听取了 专案组的汇报之后 毫不犹豫的就发出了 收网秦兄的指令 当天晚上九点多 李昌贵率领袁春光 李淑华 秦孝东 李家松等四名刑警 一改往日变装的打扮 身着警服 分成两辆警车 直扑后外村 准确无误的包围了 王立仁的住宅 一阵敲门声过后 王立仁老婆走出来问道 谁呀 我们找王立仁 有点事 王立仁老婆刚刚把门打开 袁春光等人便持枪 冲进了室内 面对威武的刑警 躺在炕上 王立仁顿时是呆若目击呀 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副增亮的手铐 已经扣住了他的双手 我们是刑警大队的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你有重大犯罪协议 现在依法 举传你 李昌贵开门见山的宣布了警方的决定 接着呀 李淑华又给这个恶魔 夹带了一副手铐 随后 秦孝东和李家松 从王立仁家中的舱房 搜出了一辆紫色 携梁自行车 直到猎物和赃物全都到手 两辆警车这才故意拉响警报 缓缓的驶出村子 这个消息呀 不静而走 就在村子里传播开了 当天晚上23点钟左右 经过曾秦的辨认 那辆已经更换靶套 车座和卸掉车框的自行车 确实是好英的自行车之后 专案组采取逼虎吐石的审讯方案 正式拉开了公审的序幕 李昌贵警官交代一番政策之后 威言鹤道 王立仁 你有严重犯罪行为 我们先给你个认罪的机会 你快点说 你都干过什么坏事 我两年前 我爬过女厕所 赋予顽抗了很长时间 王立仁这才挤出这样一句话来 王立仁 你应该清楚 刑警是干什么的 如果仅仅因为你爬厕所 还用我们来处理你吗 李昌贵是步步进逼呀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犯罪问题 狡猾抵赖 只能加重法律对你的制裁 审到这里啊 王立仁虽然是强装震惊 但是浑身呢 已经不由自主的站立起来了 薛警堂副队长健壮 当机大贺 王立仁 我们没有心情 听你说这些鸡皮算毛的小事 赶快交代重大的犯罪问题 我 我没有干别的 王立仁 仍然是枉然不共的 薛警堂警官话锋一转 突然单刀直入 逼问说 你认不认识郝英 他到哪里去了 他 他让营口的一个男人给领走了 胡说八道 我明确告诉你 郝英已经死了 死在了青龙山上 说明白点 就是被你杀害的 袁春光是一针见血呀 剑机就放出了一发炮弹呢 不是我 是我和高毛两个人 把好影杀了 王立仁这时候招架不住 与无伦次的胡说了下来 撒谎 这些案子 不是两个人干的 而是你一个人干的 李淑华这就趁热打铁 直截了当的 就戳破了王立仁的鬼把戏 我我我我说 我说 王立仁这时候 就像是一条被抽了金的赖皮狗 煞事之间 摊作一团 吞吞吐吐的供认了 杀害好影的犯罪经过 原来1997年12月 他和好影相识不久 即勾搭成奸 自从好影与曾庆盛聘聚以后 他就失去了和好影交欢的机会 两个人基本上就断了来往 5月17号下午 他实在是难耐偷情的诱惑 于是骑上自行车去找好影了 这个时候啊 好影啊 也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呢 情浮登门 又拨动了他的春心了 当下 两个人约定 外出优惠 并且共同编造了 掩人耳目的理由 第二天 好影放出了 看望姑妈的烟幕 到村头 陈某的小卖店 买了韭菜 便骑自行车 赶到了双方敲定的碰头地点 由王立仁 骑着他的自行车 把他带到了幽静的青龙山 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啊 两个人在青龙山上 吃喝完毕 糊涂了一番相思之苦 轻轻握握 缠绵了一阵之后 与鬼为邻的好影 不敢白白付出肉体 就开始与虎谋皮了 他向王立仁 索要五百元的现金 购买衣服 王立仁身上没钱 他也不想支付 这笔风流费用 当即就拒绝了 好影的要求 好影啊 知道一位姓杨的市场老板 欠他的工钱 就逼王立仁 要来给他 并且呢 以不拿钱 就要把这个奸行 告诉好莲 要挟王立仁就范 王立仁当时顿生恶念 随后啊 就捡起了一块石头 趁着好影不背 蒙击好影的后脑 将好影击昏掐死 然后把尸体拖到了采石场断墙处 掀开衣裙 又用啤酒瓶子的碎片 挑断了好影的裤衩 伪造了强奸杀人现场 然后再把拖拽好影尸体弄掉的皮鞋 扔进了荒草丛中 骑着好影自行车 仓皇的逃回到了家中 这时候 李昌贵警官抓住战机 进一步的进行了公审 我问你 你还有没有严重的罪行 没有交代 没了 真的没了 王立仁这一招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回答说 没了 袁淳光紧接着敲山镇虎说 我问你 1991年6月 你在什么地方打工 要说作恶心虚呀 王立仁接着交代了 在盛顺村北山石厂打工时 欺骗小燕到石厂去卖冰棍 他守候石厂附近的山上 他卖完冰棍下山的小燕 强行拖进了美食洞 用小燕的乳罩勒死小燕 坚尸之后 又残忍的将两根冰棍 插进小燕下体的犯罪过程 李书华这时候胸有成竹的继续发出询问 你接着交代 没有了 你不要耍滑头 你的罪行我们已经了如指掌了 袁春光接着贺道 我们不仅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而且连你偷过谁家的黄瓜的事 也一清二楚 这这这我交代 还有一起案子也是我干的 哪一起案子 你痛痛快快的讲出来 几位经验丰富的巡警啊 这轮番轰炸呀 迫使网里人又供出了奸杀小霞的罪行 那是1993年的夏天 我去张关村 北子沟 看望我的战友 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卖冰棍的女人 我把她逼到了附近的玉米地里 强奸后用她冰棍箱上的皮条 把她勒死了 你还有没有罪行 没有交代 没了 这会真没了 有 据我们一个多月的侦查 你不仅杀害了好鹰 小燕和小霞 而且还有严重的罪行 没有交代出现 袁春光啊 本来呀 想指出小青被害的案件 但是话到嘴边就改变了询问的方式 我 我还和别人杀过一个人 王立仁出乎意料的说出了专案组啊 实际上并没有掌握的另一种罪案 和谁干的 把谁给杀了 我 我 我和孟凡杰 把本村的陈某给杀了 你想详细一点 接着呀 王立仁就供述出了更加 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啊 那是在1996年 11月13号发生续案 当时啊 王立仁见到本村的孟凡杰 风流放荡 于是啊 暗暗就生出了银心了 孟凡杰呀 虽然是徐娘半老 毫无姿色可言之人 但是啊 却惯于招风引蝶 曾经和村子当中很多人 明来暗忘 这个陈某啊 就是其中之一 陈某平生啊 有两大嗜好 第一是贪酒 第二是好嫖 他的老婆 不堪忍受他的虐待 早就与他分道扬镳了 由于老不正经啊 这个年进花家的老汉 变成了官夫 早年呢 他是村里的电工 在挨家挨户收取电费的时候啊 以免收电费为手段 很快就把这个孟凡杰呀 勾引到手里了 后来呢 他被免去了电工之职 仅靠买点耗子药来维持生活 也就没有条件 博得孟凡杰的欢心了 再加上啊 他已经老卖年糕 失去了利用价值 孟凡杰呢 也就渐渐的对这个陈某啊 产生了厌倦之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王丽人呢 就像是苍蝇 盯住了那个裂缝的臭蛋一样 盯住了孟凡杰 1996年11月12号 孟凡杰花钱呢 买了四亩地的玉米干 固车呀 就往家里拉 这时候啊 陈某主动呢 在孟家呀 帮助堆舵呢 下午四点多钟 王丽人也去凑趣去了 当天晚上 这两个人呢 一起被留在孟凡杰的家中 接受款待 九过三旬 王丽人故意找茬 与这个情敌 是吵骂不休啊 孟凡杰的丈夫 实在看不惯这种场面 索性呢 就到邻居家里啊 去躲起来了 这时候 王丽人 已经把这个喝的灰昏沉沉的陈某 就拖进了孟家的礼物 除了用棍棒 拖鞋等物殴打之外 还用拉线电灯开关的尼龙绳 捆绑 陈某的这个下体呀 极尽无辱啊 孟凡杰呢 也因为这个陈某啊 吃锅旺盆 寄予妻女 而家恨陈某 与王丽人 一起殴打 捉弄陈某 甚至呢 他还脱下裤子 往陈某的脸上 撒了一泡热尿啊 凌晨两点多钟 已经被折磨得半死的陈某 才被孟凡杰 摻回家中 王丽人这时候 仍然是难解 心头知恨 当即尾随到了陈某的家中 陈某独居啊 家里是十分简陋 孟凡杰扶着陈某啊 仰卧行李卷上 随手就捡起 炕烟边上的兜子 扔进了炕里 这时候 王丽人听见响声就问了 什么玩意呀 耗子药 快给我弄点水喝呀 这时候啊 陈某大喊口渴 不料啊 这却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呀 王丽人这时候 目露凶光 恶狠狠的发出 毒死陈某的暗示 给他摇碗水 扮成两包厚子药 孟凡杰会议 立即将扮有厚子药的水 就端到陈某面前 陈某是在朦朦胧隆之间的 听见两个人对话 一边拼命的躲闪这个水碗 一边是骂不绝口 我让你骂 王丽人这时候 戴上随身携带的手套 发疯一般的 就跳上了炕 掐住陈某的脖子 骂道 老东西 明年这个时候 就是你的周年 不大一会儿 这类恶人呢 就把陈某送上了黄泉之路了 作案之后啊 为了防止罪行败露 诡计多端的王丽人 马上动手伪造了陈某 在醉酒状态下 服毒自杀的假象 他先把陈某大一的上部 进入外部的水缸 再在室内 那个鼠药碗旁的 这个桌子上啊 抖落一些 一看就是鼠药的大米粒 接着呀 解下了陈某 用黄色布条 搓成绳子的裤带 系在了陈某的脖子上 并且把陈某的两手 摆成啊 握住这两端绳头的姿势 然后咬了一瓢凉水 泼到了陈某裤裆的部位 形成了醉鬼 寻水解渴 服毒 直至不发男人 抽出裤带 自艺 导致小便失禁的场景 最后啊 他又指使孟帆杰 擦拭了二人碰过的物品 这才一前一后 逃离了现场 第二天上午啊 有一位村民 就发现陈某 已经死在家中了 立即报告陈某的亲属 当时啊 可以说现场 那是漏洞百出啊 村干部和陈某 这些亲属啊 虽然觉得陈某的死的 很是蹊跷 但是呢 却没有深追死亡的原因 也没有报警 就稀里糊涂的 用陈家的一口大衣柜 把这个驱死鬼 连同王列仁和孟凡几的罪恶呀 一起葬进了村南的山上 使得警方丧失了一次 极好的破案机会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7月12号凌晨5点钟左右 孟凡杰被抓获到位 他如实供述了 他和王立仁杀害陈某的经过 至此 历经46天艰苦奋战 警方终于锁定了 盈口大石桥王立仁 犯罪的这样的全部过程 而且血债需要血还 消息传开呀 人们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呀 请不吝点赞好